马来西亚慈祭志工招募百万菩萨 在巴州巴侠以及大山脚这两个地方 志工都走进传统市场木岸 其中有一位退休的警察曾展文 一个星期就招募到1025位的会员 凌晨时分 马来西亚大山脚的甘榜巴鲁菜市场 各家摊商忙着准备开店 不过众多的忙碌身影中 却有一位身穿蓝天白韵的慈祭志工 穿梭其中 他是警察退休的登展文 每天在市场里跟人劝募 一个星期就募到了1025位新会员 我们的小钱行大山就是这样 效法慈祭功德会草创时期的客难精神 在大山脚市区市场里 也有一位热心工艺的摊商陈美一募 藉由做顺利之便 他努力向自己的客人募爱 同时也摆放竹筒 存下点滴的环保金金 拿这个木桶来募捐的就是 第一就是给人家做环保 如果要只带的捐粮20仙给慈祭 然后也给方便一些人 少少许许的 有一些机会 他们就可以愁一点 做一点的功德 同样的热情 慈祭志工也在住宅社区大力宣导全幕 相信人人皆有爱心 这天在八珠八峡的永平早市 志工也利用推广金丝产品的机会招募会员 不少民众都热情相应 为什么你会觉得你要做这个 做这份小小的爱心呢 做慈善是好事啊 活动一期间 每个人都很善良 效应也很好 我很喜欢 假设我们有什么活动的话 要做做一工 你一愿意付出吗 可以啊 感恩你啊 好的 不管在什么场合 全马茨基志工 他们用心用行动 邀约百万人一起加入试案的行列 大爱新闻 这上美志工 马来西亚报道